玻璃艺术品的独特造型与光泽 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台湾一家知名的水晶玻璃产业 18年来不断研究创新 并坚持中华传统 透过一件件作品 不仅看到包含中西合璧的文化美学 也看到台湾蓬勃的软实力 游龙 鲫鱼 鸟兽 象征吉祥富贵的细致图腾 是取自商朝的盘龙文盘 青铜器扁胡的造型 采用壶中壶的概念 翻转深蓝色的扁胡 呈现龙凤样式 而这把香坎在金色山岩的青铜骨件 多层次的纹路刻痕 象征凌人的霸气 也蕴藏自我期许的力量 在往深远来看 自我期许就是一种力量 自我实现 就是有一股力量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每一个人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 不同的角度来自我期许 但是这就是跟创作者 他预有了空间 让你在欣赏的当中 有一个互动共鸣 每一个角度旅 刻痕 透过艺术家的巧手 成为金雕细琢的琉璃作品 融合历史背景与现代技术 是台湾知名水晶玻璃产业 18年来不断研究创新的结果 执行长王永山表示 面向大陆 台湾特别轻忽 自己文化厚实的软实力 比如常常我们跟大陆比较 大陆高楼大厦不用担忧 高楼大厦不代表什么 那个真正的自己就是软实力 我们希望 现代的我们看过去也是一样 要有足够的信心 软实力来表现我们自己 一件件透亮的琉璃作品 不仅包含中西河壁的文化美学 也看到业者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与努力 新大人也在电视程会模拟 金金台湾特别报导